是沈芳救入 我们是政治保卫部的 你们补了 离开这儿 我就当你从来没有出现过 而沈芳 正是要去与放大声街头 那天死的是乔与坤 他是汪违政权 南京军事委会 政治保卫总监部 南京直属区主任 不久后 沈芳替代了他 成为了主任 沈芳 不用怀疑 当北平军条处置换人质 把我换回去时 沈芳曾重重地 安拉一下我的哥们 你们可以把人带走了 回来之后 我曾核实过沈芳的身份 这一切都如你我的所料 这个消息该值钱了吧 究竟怎么处理 那是沈处长的事情 而且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因为我不想影响 这个情报的价格 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这些 因为我拿到我要的 就会离开南京 这件事情不会由任何人知道 起码我不会再说出去 当然 如果您不答应 我只能再去找 对这个情报感兴趣的人 我相信会有人更愿意给我钱 但是我念你曾经对我的帮助 所以我想这件事情 应该到此为止 好 你说的这些 这些对我来说确实重要 但事关重大 如果我让沈方来这里 你敢与他当面对之王 可以 只要你给钱 让我做什么 我不在乎 一个背叛的人还能在乎什么呢 可是 你能保证我的安全吗 这菜子都没怎么吃啊 我还怕你们不够 特意给你们家里盘点心 沏了两杯新茶 谢谢 大少爷 辛苦了啊 胡伯 哎呀 说什么话了 这不是下人应该做的吗 你这是干什么 我不太想吓了ге 你 Active 你的那是 你 你的这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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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